我常常提到Lokman是怎樣的 其實我不知不覺 我已經常常提到粉絲說我暗戀他 喂呀!不是要出季金包吧? 在MIRROR12個裡面 經理人花姐形容Tiger 優傲然是隱形的 隱形當然是一個很大的企業 為什麼他經常不發聲 要坐在一旁 然後有東西表演 他又不是最努力的那個 明明給你一句中間跳舞 他就說可以了 我不用一定給我Solo 你給我站在旁邊就可以了 他是這樣 你可否有些上進心 比起其他鏡子 Tiger真的很少發聲 但他一說話 就會提起隊長Lokman 難道是真愛? 我常常提到Lokman是怎樣的 其實我不知不覺的 我不是專門提到他 但我又會說到他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嗯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已經經常說 說到是粉絲會說我暗戀他的 哈哈哈哈 我已經說了很多 但是 沒辦法 我覺得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天才 他是一個天才 你擺他在一個什麼崗位 他都可以很妥妥當當 做了一百分 而你是想不到他會做到一百分 而是去到一些很危急的關頭 譬如一些 Let's say 有個技術問 一些很尖銳的問題 他就第一個寄出來 我是大哥 我幫你頂 就是會有這個功法 那其實這個是 我欣賞他 我非常欣賞他 Tiger 讚到Lokman 讚到上天 除了因為他是隊中最小 今年才22歲 只是人生經歷 Lokman 和其他兄弟 真的多很多 去到某些 他們始終經驗多些 他們做多我幾年人 去到某些話題 他們就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年紀小 本來在娛樂圈 就是贏在起跑線 但偏偏就成為了Tiger 一個性格障礙 他就跟我說這件事 我今年才十九二十歲 我的哥哥 即是MIRROR的成人 他們二十七八九歲 他是不是需要機會多過我 等我過幾年才給他機會 我都不像 我說兒子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幾年後MIRROR不紅 那你就沒有機會表現自己 你沒得等 你為什麼不可以一起有機會 那你就很敏陣 花姐Lokiger不夠進取 永遠享受站在兄弟旁 但其實這隻老虎仔 一點都不簡單 他的才華不少得過其他兄弟 在大埔長大 七歲就學台拳和中國武術 十歲就拍著妹妹學拉丁舞 我是小二三就開始學這個武術 我是比拉丁舞更早去接觸武術 其實武術是我覺得 令到我的身體更加習慣了去動 我相信有些朋友 他可能從小到大沒有什麼運動 他身體其實不習慣怎樣去動 譬如他擺一些姿勢 他可能會有點不自在 但可能我很小時候就開始接觸武術 所以他令到我習慣了去動我的身體 所以可能令到我跳舞反而有一個好處 那時候是 其實我是先學跆拳道 但是我看到別人的武術那些衣服 有一條狼在那裡 好像很漂亮 然後我就說 喂不是喔 別人的武術那些很有型 不如去學武術吧 然後我就轉了會去學武術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武術是不是很粗魯的 說話很大聲等等 我覺得不是的 其實武術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那個 那個武德 那個專師中道 就是你是我師父 你是我師兄 你是我師弟 就是這些事情其實 你會分得很清楚 可能這個也是現在 扎根了在我的mindset裡的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 長輩就要尊重 就是 師弟就要去幫幫他 或者大家交流一下 上學之外 又要兼顧練武術和拉丁舞 Tiger竟然還拿過不少獎 因為拉丁舞這個圈子 始終男生比較少 女生跳舞比較多 但是呢 我那次去接我妹妹 就落堂 叫做拉丁舞堂 然後教練就看到 你有一個阿菇嗎 男生來 不如下一場叫他一起來上 然後我就從此 就被他拉了進去上 這個拉丁舞堂 他就開始了這個拉丁舞 其實我那時候跳舞 是很不想跳舞的 一開始我是連拍子都數不到的 就是我是數了那幾兩根拍子 就是我不懂數拍子 不如不要跳舞吧 我不想跳 但是 終於去到 去到 數到拍子 跳到 然後去比賽 然後跳 又成績又好像OK 然後 很有趣 我們那間小學呢 每個月都有一些校外活動 一些頒獎 就是那些同學 那些校外活動 那些校外活動 他就會在那個組會那裡頒獎 然後我就剛好在那個組會那裡頒獎 然後有些同學 哇 你跳舞的嗎 這麼厲害 猜不到你 然後我就呢 我就有一個成功感在那裡 我就說 跳舞都挺有型的 我就開始了跳舞 其實是的 拉丁舞呢 始終比較少些人認識 少些人去認識 但是其實反而是 拉丁舞給了一個跳舞底子我 是的 他給了跳舞底子我 變成我去學其他舞種 我都 又不可以說很快上手 但是我會有信心可以學得到 至少就練到一身肌肉的Tiger 你猜他玩什麼運動 藍球? 踢球? So common 當你在街場跟隊的時候 他就是打Golf 和督球帶 試試看富貴 可能小時候大家都會 一起去打遊戲 看漫畫 但是 可能我家人 我家人 就分套到我小時候 就有這些 打Golf 這些興趣 他的名字Tiger 原來還和Golf有關 Tiger這個名字 是我小時候自己改的 嗯 為什麼我會改這個名字呢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 我 我應該是 我站起來 我就開始打Golf了 哦 是的 因為那時候 剛好Tiger Woods 就是非常當打 啊 是 所以我又覺得 打Golf要叫Tiger 就是Tiger Woods 是最厲害的 所以就叫自己做Tiger 是型的 Tiger Woods 曾經是Golf 到是小一 打Golf的人 沒有誰不是他 其實Tiger都有潛質做小一 他興趣多多 而且什麼都會這樣 中學就開始玩音樂 結他 打鼓 彈琴都難拒不到 這麼型 行不行 雖然Tiger的拉丁武記 沒有人會質疑 但他在IG說過 音樂才是他的一切 不過 原來他是在浸大讀電影 音樂又厲害 電影又懂 就是什麼都被你玩了 就是這些才話 就算他參加《造星》 只是入到30強 都一樣入到MIRROR 其實我當時是 我參加《全民造星》 我是沒有想過自己 可以得到什麼 因為我當時參加是純粹 我想見一下世面 就是我想見識一下 到底這個行業 是怎樣工作 怎樣工作 因為我當時我是讀電影 所以其實我是想入這個行業 但是這個行業 不是你別人就進去 你不能見識別人 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比賽 入行 做製作也好 台詞網 什麼崗位也好 只能進入這個行業 才再選 所以其實我是沒有想過 當時入行 玩《全民造星》這個比賽 是可以去到多少強 或者得到什麼 但是 後來我又去到30強 然後又進了MIRROR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兩年前MIRROR出團歌《破鏡》 花姐還被機會 Tiger撿到過MV 其實那次去做這個 我們MIRROR的一首歌的MV 導演就是《破鏡》 其實我當時可能是 十九歲 二十歲?十九歲? 但是花姐就叫我 我說MIRROR出團歌 你做動演 MV 其實我是很害怕的 那次 是 超級 我覺得很大壓力 很大責任 就是 哇 十一個兄弟 他們的MV 就 交給你了 對 那就變成了 我很大責任 我是大壓力到 喂 我會 我跟Lokvin 會經常 可能有些什麼 我都會問一下他 戲劇上的 我會問一下他 然後我就會 我排隊 我就會這樣 他就說 吃過飯嗎? 你陪我讀一下 聊一下 我請你吃飯 你陪我出你聊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不要啊 你有準備就不用怕 最重要是你有準備 Tiger看起來好像沒什麼自信 永遠不會欠中間位企 不爭取 亦不主動 但其實他暗碼底 好會為未來打算 他幾年前 已經創立個人時裝品牌 自己還是三招牌 其實這個個人品牌 很有趣的來源 因為其實我家 本身是從事製衣的行業 所以其實我入行 我就覺得 其實可以真的試試 搞一下買衣服的牌子 好像幾一條龍 幾適合 這件事 然後就開始做 然後他就會 一開始就 自己很喜歡的 元素 就放下去 去跟家人說 怎樣做怎樣做 後來 到現在 Lotman和Alton 其實都已經是一起去 去處理這個牌子 我們三招一起去安排這個牌子 這樣變成可以 因為他們接觸了很多街舞 很街頭的文化 所以令到這個牌子 其實某程度上 它有的東西 更加多更加豐富 又提Lotman 是愛一下你